好,接着带您来看到海巡署舰队分署第六海巡队 直四花莲海域执法最前线 为了贯彻海巡署五大核心任务 22号的下午,学军文分队长率强化海巡编装发展方案 新造10078航艇抵花莲港 正式宣告10078艇加入巡弋的行列 提升花莲海域巡弃以及防疫能量 过程中都落实了相关的防疫措施 海巡新造的100吨级巡防艇采用两部高速主机 搭配性能优越的船舶控制系统 最高航速可达30节,续航力达1200海力 可有效延长海上执勤时间 同时搭配一艘小艇执行救生救难任务 禁案登检及防堵部法集团走私入境 逐可执行海上私火救难任务 还能够驱离部法作业船舶时 发挥强势的执法手段 本艇为新造100吨级巡防艇PP100拐8艇 最高航速可达30节 续航力达1200里 主要负责花莲海域巡逻工作 内容为海域治安 维护渔权救生救难等 期许加入花莲能为花莲带来更强的海巡能量 10078艇各项装备性能卓越 花莲海巡队将持续发挥海上快打舰艇特性 防堵疫情于境外 预计在筹建海巡舰艇发展计划 共将配置4艘新式的35吨级舰艇 3艘100吨级舰艇及2艘沿岸多工人舰艇 淘汰目前老旧巡防艇 全面守护花莲海域治安 记者凌杰花莲市采访报导